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已经开始走入暮年 所以从2015年我开始正点关注农民工问题 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升级问题 通常在学术意义上说 第一代农民工是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 并且在80年代正后期外出务工的农民群体 那么这一部分人的特殊的支出在于 他们和我们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程 几乎同步进行 换句话说 他们也是见证了我们中国社会改革的历史 谈到第一代农民工 我想我们要有一个关键词 那么这个关键词就是我们的户籍制度 在1958年我们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正是这一个制度的出台 第一次把我们的人口分为城和乡两个管理区域 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之下 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 成为不能够自由流动的人 失去了自由流动的权力 而且这一个制度的发展 应该说是造成了我们今天 城乡分野的重要的推动力量 我们很多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体制 全部依附在户籍之上 也就造成了我们流动人口的一系列的问题 到了1978年之后 我们的改革开放开始 大家知道我们在农村实行了大包干 也就是我们的土地承包制度 农民从土地上获得了稍微的释放和自由 他们有了些许的流动权利 那么在城市的私营企业发展 也使得城市有了用工的需求 农民进入城市就有了一个机会和空间 我开始2016年 开始系统地去关注第一代农民 跟他们的未来 以及他们的现状 首先从我最熟悉的 我的父亲 我的兄弟姐妹开始 我熟悉的邻里开始 我去和他们聊天 紧接着在城市里面 我开始主动地去寻找我们的第一代农民工 在马路上 在工厂上 在路边的小饭店里 只要遇见他们 我就会上去和他们去聊一聊 说一说 所以在这种反复的聊天和说话的过程当中 有三个问题 或者是三句话 最为典型 第一句话 年纪大了 我往哪里去 第二句话就是 我一旦生病了 我的这个将来靠谁呀 第三个就是 不能打工了 我将来怎么办 所以这三句话 实质上就反映了我们第一代农民工 在务工历程当中 目年的他们 最大的诉求和最大的问题所在 围绕着这三个问题 访谈了二百多位农民工 设计了一套问卷 含有七十个问题 总计发放两千五百份问卷 在对自信资料 还有我们的数据资料 进行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第一代农民工的形象 就像在暗房里洗胶片一样 他们的群体形象 他们的生命过程 慢慢地清晰出来 比如说在年龄方面 第一代农民工 他们的年龄多集中在 四十六到五十岁 占比是在百分之四十三点二 年龄最大的都七十多岁 在我访谈对象里面 最大的男性 像老人在护理院 从事护理工作 还有一位阿姨 在小区里面 从事小区保险 另外我们之所以称呼 他们第一代农民工 那就是因为他们 有着非常长的 物工生命历程 基本上二十一年以上的 占到了百分之四十一点二 那么对 我们的第一代农民感染研 他当初为什么要出去 像我们的访谈对象周大哥 家里有六口人 只有五母田 年年挣田 年年欠债 没有任何其他的收入 不出去 真是穷死了 他在外面辛辛苦苦地 干了三年之后 学会了瓦工活 工资从每天的五元 七元 十二元 一直涨到了九五年的 每天三十元的工资 所以比在家里面 政地强太多了 1995年我们农村人口的收入是 每月两百块钱 在外务工 他有五百块钱的收入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 经济对比之下 所以农民工开始大量地向外流动 进入城市 寻求生计机会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量的涌入之下 才形成了我们1988年的民工潮 百万移民下注将 大量人口对城市的涌入 大家也可想爱知 它造成了什么问题啊 城市的管理 压力 城市的秩序问题 所以1989年 国务院会同民政部 公安部 出台了各项 严格限制农民工 进程流动的相关政策 严谨农民盲目流动 这就是我们当时 农民工 刚刚在外面 有了这样一个改善 自身生活 提升家庭 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希望 又开始变得渺茫 外出获得生计支持的门 又开始慢慢地关上 所以农民的收入 直线下降 到了1992年 农民的收入已经很低了 增速非常低 所以国家围了 让农民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又开始把进入城市的门 慢慢地再打开了一点 所以叫鼓励引导和实行 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 我们说农民的生计 它需求强烈 只要有一丝的光线 有一丝的缝隙 他们就会向外走 那么这种情况就造成了 1993年 1994年 连续的农村人口流动 外出流动大潮 到了90年代争取 我们都知道 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铺开 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 叫什么呀 股份制改革 所以当时有一个特别 流行的词 什么呀 下岗 为保障下岗和失业工人的 在就业 那么一些城市 包括国家层面 对农民工流入城市的 这样一个途径 又开始观赏 尤其是很多地方政府 通过招工 只招本市户籍的政策 因为农民工在城市里面 极无立足之体 他们只能停留在城市里面 最边缘的 市场当中最低的工作岗位 像我在调研过程当中 农民工的职业分布 也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些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大部分是集中在建筑工地 做餐厅服务员 做保安 做一些个体户 在工厂里面 还占到了18.9% 有些建筑工地上 有90%的 都是第一代农民工 所以 农民工的这样一个生计机会 在城市的这样一种挤压之下 大家就可想而知 他们进入城市的道路 有多么地坎坷 我在合肥人才市场访谈的过程中 遇到了李大哥 62岁 已经超过了我们退休年龄了 当时我遇见他一脸愁苦 一脸落寞 为什么呀 因为他年龄大了 很多的单位 企业都不要他 他挤不上去 那么就在那地方 呆呆地看着别人 人来人走 所以我就上去问他 现在的工作怎么样 难不难找 那当然是一肚子的苦水 尤其他说了一句话 现在这个找工作 人老了不值钱 和我当年第一次出去的时候 差不多 因为你在城市里面找不到活 还要倒贴路费 还要花一大笔钱 你也是跑一圈再回来 没有工作机会 他们不得不 游历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就像一块橡皮泥一样 不停地被城市挤压 他们的生计机会断断续续 所谓的断续续就是 一旦城市有风吹草动 农民工马上回家 我们比较形象地说 城市感冒 农民工先吃药 那么在这三十年的流动过程当中 他们的城市之旅的记忆 或者说城市给了他们 哪些东西 我想除了一生的伤病之外 可能没有更多的记忆 事实上呢 在学术界关注农民工的健康问题之前 我们的媒体 他们关注得更早 像2009年南方周末 深度报道了 万州西费工人的维权之路 他们在维权的路上逐一死去 这篇文章到现在 我一直在反复地看 同年2009年 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凶宴废 应该说这些报道都激起了我们 社会对农民工健康问题的 极大的关注 也是冲破了我们很多人的认知底线 因为他们的务工是从事什么 高强度 高风险 高污染的 低收入的工作呀 那么对于大部分人爱严 大部分的第一代农民跟问题 我自己认为 他们的健康 虽然不具有我们 对陈肺病人的这样一种典型性 但是他们的健康问题 更具有我们日常生活的土变性 从他们的个体生命体上来看 你就能够很典型地看到他们 弱势累积所形成的过程 像何大哥今天才55岁 当然我看到他的时候 头发花白 腰半弓着 在家里的小菜地里面 拿着小铁耙子在爬了着地 因为他也不能够干太多的体力活 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 他当时在广东打工 是85年就出去的 做人力装卸工 扛大包 一个大包一百多斤的 扛一个大包只给十块钱 为了多挣钱 应他的话说 只可能尽可能多地去扛大包 所以在工作的过程中 腰被扭伤了 没有及时治疗 同时由于长期的这种正体力的工作 高损耗性的 使他的四肢 尤其是胳膊疼痛 也不能够体太高 抬太高 所以去医院看 医生给开的良方 就是休息 不要干活 作为农民 作为农民工 他有休息的权利吗 对不对啊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只能继续强生病体干活 那么同样另一位 张大哥 57岁 他从事的是和陈飞饼高度相关的水泥的这样一个搅拌搬运工作 应他的话说 年轻的时候 让自己身体好 不觉得有问题啊 所以拼命加班 只要有挣钱的机会 绝不放过 白天活干完了 晚上有活 继续干 为什么呀 因为晚上算加班 给的钱可能多个三五块 那已经是很好的机会 所以天天干 到年老之后 给他留下的是什么呀 笑喘 所以我在遇到他的时候 他这个腰弯着 然后走两步 就喘 走两步就停 他还达不到 陈飞病的这样一个职业病的认定标准 这样的一个健康状态 他也几乎失去了 继续劳动的能力 你在我问卷里面设计 你有没有体检过 有64.8%的第一代能力能回答 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体检 我再问 你在务工地生病 你去在当地看过几次病啊 有63.4%的能力 从来没有在务工所在地 看过一次病 什么意思呀 那就是说 他们在务工地生病的过程当中 没有获得及时而有效的医疗待遇 没有去看病 你怎么处理的呀 大家可以看到 能忍 责忍 自己去到药店买药处理啊 像我前面说的 他腰受伤了 自己去买一些高药贴贴 躺一躺 占到58% 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医疗待遇 去正规大医院看病的 仅占11.9% 还有一部分选择 回家看病 还有一部分选择 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就看到 第一代农民工呢 他们的健康问题 一方面固然是由于 他们的这种工作性质 三高一低的这样一个工作性质 所造成的慢性的弱势的累积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的医疗服务不可及信 不可及信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杜大哥说出了缘由 他说我们基本上 有点伤病都不回家 回家路远麻烦 而且还耽误挣钱呀 你坐车来回车费都是钱呀 就在包工地 就是务工地所在的 桌边的小乡村呀 对吧 小诊所呀 镇上的小医院呀 去看看 不敢去大医院 这句话我听的时候特别心酸 特别特别的心酸 为什么呢 他说我们去大医院看病 一进医院大门心里就慌 慌的不是 我会有什么大病 或者是不知道的病 慌的是 我不知道 我会要花多少钱 医生会给我开什么样的诊断 或者开什么样的药 心里没底 心因苦苦挣了一点钱 最后都送到医院里了 另外李向大姐的这样一个表述 给我们看到了第一代农民工的 这样一个心酸之处 就是因病请假的问题 就请了一天假去看病 等他回来的时候 人家不愈后了 什么呀 有人顶上来了 所以对于很多农民工的 他敢去请假说 我去看几天病吗 是可以去看病 但是回来就没有工作了 那么我们说钱相关的 就是我们的农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 但是新农合政策 在报销和管理上面 是属地化报销和管理 这个和我前面给大家说的 户籍制度是相挂高的 而农民工它具有很高的流动性 它不可能在一个地方 在家乡 对啊 居物工 所以那么这样一种高流动性 和属地化固定化的管理 就产生了这样一种高度的相背性 那么这种相背 我从安徽省宿州市的网站上 新能和政策报销的政策规定里面 这里面大家可能看到两个最关键的设计 一是住院的起伏线 你在乡镇和在县市 以及省和省外 起伏线的标准 大家看到是什么 是呈现什么呀 上升的 那么另外一个设计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 说我们黄色的 那就是报销比例的问题 你越向外走 报销的比例越低 在乡镇看边 报销比例可以达到90% 95% 那么到了省外 报销比例降低到50% 那么我们很多的应药 还有很多的医疗服务 它是不在医保的 保险范围之内的 所以实际的报销比例更低 可能在30%左右 所以我们的这样一个 属地化报销的原则 在最大化程度上 限制了我们第一代农民 在外流动过程当中 这样一个医疗的获得新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访谈对象周大哥 正是因为他不敢 到当地的大医院 就是上海的大医院去看病 所以经常在小诊所里面 获得了不正规的医疗 耽误了病情 等到病情很严重的时候 才赶到上海的大医院去检查 医生检查之后告诉他说 你得了红帮蓝疮 医生没有说其余的话 直接说你赶紧回家 把家里东西拆货拆货 把家里能卖的东西 先卖一部分 在家里治病 在这里你看不起 所以对于第一代农民跟阿姨 他们的这样一个健康问题 在老年以后会放大 本来神的身体机能就在向下走 再加上这种长期的 弱势的累积问题 那么他们的老年 他的养老往哪里去 关于退休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会 我60岁以后就可以退休了 但是对于我们 大部分的第一代农民跟阿姨 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 也没有这样明确的预期 看看张大杰怎么说 退休是你们城里人的问题 我们农村人哪有什么退休啊 你们城里人60岁以后 可以拿养老金 退休金 我们又从来没有买过 什么五险一金 所以60岁对我们来说 有没有意义啊 没有意义 所以他最后的一句话是 你就是农村人 你就是干活的命 退休和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的概念里面 没有退休的这样一个词汇 所以我就设计了 这一个问题 你打算什么时候停止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 干到干不动为止 占到了60.7% 你看我这个年龄段 其实大家看一下 设计的是很高的啦 大家没有选择66到70 而是选择了干到干不动为止 所以这个看了以后 就很心酸 为什么呀 因为他要一直地 像精卫鸟一样去闲食 去挣钱 其中还有76.1%的农民工 60岁回不回家 不回家 那么关于他们养老规划方面 所以我就问他们 你们存了多少钱呢 因为在外务工 30年或者是20多年的 这样一个务工的历程当中 你怎应该去攒一些钱吧 虽然我知道他们存钱不多 但是当数据结果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还是非常的诧异 大家可以看 15.2%的第一代能力 表示没有存过一份钱 存不下来钱 存款在5万元以下的 是55.2% 为什么呢 他们打购那么多年 他的钱到哪里去了呀 家庭的发展 自带的结婚 教育 还有买房子 用陈达姐话说 什么事情都没有 这个事情大呀 对吧 我现在多攒一点钱 就能找给孩子买个房子 找个对象 去结婚了 所以自己身体的 这个病的 那个病的 那就先扛着 先忍着吧 反正也没什么大病 有了大病 也不好 看不好 就是治不好 所以我把它整件为 小病不用治 大病也不用治 这就是我们的 第一代能力 在面临着家庭发展 和自己自身的 这样一个健康诉求的时候 我前面说 他是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的 至于退到哪里 退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现在 好像是看不到边 是真的看不到边 所以 作为第一代农民工 他们在外务工的 所有的这样一种 收益也罢 所有的积产也罢 几乎都在最后一刻 孩子的结婚 买房 教育 全部 清零 全部清零 他们真正为自己能打工 真正能够让自己的 为自己晚年规划的 基本上都是在55岁以后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 55岁以上 才为自己去打工 55岁大家知道 已经很高龄了 那么很多人会说 老师 他不还有新能保吗 农村不还有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吗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新能保 能不能为他们的晚年 提供足够的生机保障 大家可以看到 数据是最好的说明 没有参加新能保的 是26.2% 参加新能保的是65% 那我们来看一下 职工养老保险 还有自己购买商业保险的 加起来比例不到10% 在参加新能保的 农民工当中 他们缴费的比例在 每年 我说的是每年 100到350元的 这个档次的 占到了69.4% 缴满15年 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 那你就可以算一算 他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他能领多少钱 所以我在给一个 我访谈对象姓周的 周大哥 我给他算了一笔账 他从2012年开始 缴新能保 缴了11年 还有4年就缴满 15年了 他说啊 我还在缴4年 我就不用再缴了 我说我来给你算一笔账 你每月退休 60岁以后 你每月能拿多少钱 账算完之后 他傻眼了 他现在的账户里面 是2600元 是2600元 那么他60岁退休之后 按照我们这个 养老金的这种 计发办法 等于总额 除以139 所以他每月 只能拿到40块钱 40块钱 养老金 但是呢 他实际到手的 不止这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国家 还有另外一块 叫国家普惠性的 基础养老金 这一部分是多少钱呢 大概是在140块钱 150块钱 因为他每年会变化 所以他最后拿到手的 可能是在190块钱 那大家说这190块钱 够他们生存吗 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所以我们今天在说的 60岁退休 60岁工地的清退令 对农民工而言 就是致命的关系 那么对于我们其他群体 好像毫无感觉 但是对于农民工 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而言 是把他们 唯一可能的生计又赌了 他们为什么非要到建筑工地去 建筑工地的日工资 即使是60岁左右的 第一代农民工 他每日的工资 基本上还可以拿到300元左右 那么如果这一扇门 把他给关了 他们到边缘 到社区做保洁 去做一些服务员 他们的日工资是多少呢 是60到80块钱 所以对于第一代农民工 55岁以上的 快速地存钱 对吧 存更多的钱 是他们迫切的需求 但是现在我们说 这样一个机会 又在慢慢地稀缺 从我做农民工研究的 智写年来看 我经常和他们去访谈 经常面对面 去倾听他们的故事 所以呢 我经常也会动容 在组织材料 或者是再去写一写 文字性的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我很难去保持 这样一种所谓学术的价值重力 很难去保持 经常带有价值的倾向和偏斜 因为我自己的父亲母亲 他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啊 我的兄弟姐妹 他们也是呀 他们的这样一种感觉 我可以最直观地感觉到 而且 在他们的物工历重当中 他们所经历的困难和困苦 和我们的认知不一样 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 他们对我们的 这样一个时代 他是心怀感恩的 对自己的困难 并没有做过多的渲染 他们感谢这个时代 给了他们外出物工的机会 让他们有工作 有收入 让他们更有安全感 所以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 兄弟姐妹和子女 对于我矮言 我自己经常会说 我要感谢我们家祖坟上 冒了一股青烟 为什么呢 因为我考上了大学 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相信我现在 百分之百是千千万万 第一代农民工的一员 所以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的 这样一种关注和共情 我想 它应该是 另外一个自我的 一个本能的 本性的时代 所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